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海仔郭永宏近况大不如从前 不过另外一位对手却如日中天 他就是何慎和的传奇猛人 刀文龙 自从相关政策实施之后 就鲜少天文关于他的消息 不过近日 有着网友在社交网上 发布了一则聚会的视频 从曝光的视频中 还有见到了这位熄热的江湖大佬 众多网友一直在昨日 2月23号纷纷留言说道 以前上大都会堵船的时候 经常见到龙哥 一间华发丛盛的刀文龙 看起来多了些许的温和 不断地在饭桌旁与众人举杯 而且满脸堆笑 看餐桌上的狼藉 相信当晚与众人玩得十分高兴 聚餐完毕之后 刀文龙特地与一年千后被合影 欠着刀文龙满脸和善 微露笑容 虽然刀文龙给人的感觉 看似弱不经风 但其实他是一位蔡里佛高手 而且拳法是在街头与人争斗练出来的 所以非常的实用 刀文龙原名都广望 为人十分低调 来港后败在了和尘和叔父 飞鸿的门下 因为在帮派内十分勇猛 所以很快被予以重任 刀文龙生性冷血 打斗时以凶狠著称 靠拳头打天下的时代 也能够在社团迅速上位 在九十年代初 圣河看中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澳门赌业 予以建军其中 分一杯羹 势头正盛的刀文龙被赋予使命 前往豪江 一探究竟 但最终 在土皇帝崩崖剧的强力阻挠下 胡功折返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刀文龙混迹江湖多年 多多少少有些江湖好友 其中就包括了水房的大财主 白花蛇 白花蛇早年靠外围马 和地下赌荡发迹 一步一步成为社团重量级人物 地位甚高 刀文龙眼看无法开辟豪江赌业 转而交给目标身向赌传领域 但缺乏资金 于是找来白花蛇求助 白花蛇知道 他确实有如此能力 便答应赞助 之后刀文龙便开启了新的人生 在2007年成立自己的第一艘大都会 重达1.8万吨 每天在尖沙嘴码头 用驳船接在客人上船 之后驶出公海进行赌博 他标榜着一个晚上的消费 比酒店编馆还便宜 两三千港币包吃包住 客友声称 五星级的海警房 诱惑大量从内地来的自由旅行客人 上船消遣 生一只火爆 当然就有俗称叠马仔的中介人出现 有规定 只要叠马仔拉到一名新客 该客人以后买马的佣金 都归属于这位叠马仔 所以新客人都是他们的必争之地 他们还会雇佣一些施奶团队 来帮忙拉客 各自分好领域 他们有部分人为了抢夺生意 开始无视行规 越界抢客 利益纠纷时常发生 导吻龙喜欢在船上玩排酒 经常坐庄 多大的赌注都接受 所以经常是全场人气最火的一桌 客人们争着下注 旁边站着几个转换把守着 有人闹事就会立马被赶出去 客人上船买的是泥马 是不能兑换回现金的 只能通过下注便获胜 才会获赔现金马 以此来兑换回现金 这就给客人们一种无法停止的感觉 不少迭马仔为了营造气氛 会自己做媒 跟着客人一起下注 陪着他玩通宵 生一只火爆 令刀文龙趁身追击 于2011年赤姿购入名都会 之后更是改名为极美景星 根据老拆股老一辈警察得书回忆 当年极美邮轮的大老板是灵机 算是财雄势大 但今年初的时候 刀文龙经营的极美吉星 吸走了极美邮轮的一般熟客 极美邮轮立马登报纸 成亲两者并无关联 可惜已经造成重大损失 不久以后 极美邮轮就被人收购了 到如今都没有运作 50多岁的14K藩鼠健 是一名金融捞家 是14K超级元老刘翰的头码 数口轻 性格节俭 在内地有投资地产 跟不少的高官 太子党结识 有班富豪熟客 他就租了一艘中华之星来经营 没料到 唐文龙居然用钱买断了他的租约 番薯健白白失去了一只 会下蛋的鸡 德书如是说 求6年的时候 和胜和将触角 伸到了浩门的赌场 并与邦雅的手下 贵仔展开了鸡斗 不过贵仔并不是他的对手 后来邦雅雅出面 刀文龙这才退回香港 不过这件事 却为刀文龙进军赌场 奠定了基础 这之后 刀文龙又卷入一场绑架事件 入狱两年多的时间 缓刑三年 好在没有幸面之忧 一连串的作为 让刀文龙在帮派内的声望 与热俱增 并获得了金主 水房白坏时的支持 投身公海的赌船 据了解 赌船占据浩门赌业的20% 所以利润十分可观 任谁都不想放弃这块肥肉 但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 去夺取这块肥肉 就连赌王何鸿燊 最终也败下阵来 如今的赌船三分天下 分别是刀文龙 杨海城 林国泰 刀文龙在背后金主的支持下 先后持有多艘赌船 据悉 大都会 明都会 京都会 中华之星 奇美景星等 都尤其持有 作文赌船之后 刀文龙开始涉足其他行业 并将目光投向了内地 但这些生意并不是赌业 而是一些传媒公司 以及贸易公司等等 另外 刀文龙还曾担任 蔡里佛北盛总会的嘉宾 以及做全国泰拳职业俱乐部 联赛的赞助人等等 总的算下来 刀文龙在事业方面的成就 不亚于崩崖居 而他与崩崖居之间的关系 也是在15年的时候就全面和解 本期到这结束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 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正恒传媒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